第五百七十五集 红的一声 万叶君王的声音不再苍老 江太虚 你以为神王净土可以阻住我吗 他逆转时光 让自己的机体恢复到了最巅峰的状态 人们没有想到 万叶君王的容貌竟也如此年轻 英气逼人 他黑发如谱见眉入壁 双眸凌厉无皮 他的风姿如雨 气势如虹 一步一步逼近 英姿破人 恍若一尊战神俯胜 光彩笼罩在身 红龙一声 在他的体表 突然发出冲天的声芒 一身黄金的神衣显化而出 覆盖了他的身体 将他衬托得如同一轮天日一样 他黑发乱舞 面旁英俊无比 宛若一尊神明 黄金神衣如火焰在燃烧 在他手中出现一杆黄金神矛 他扑的一声 竟洞穿了神王净土 这怎么可能 神王净土号称永不可攻破 暗夜君王怎么能洞穿进去呢 神城中的人全都无比震撼 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 而江家的人则近乎绝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 神王净土世间无双 为何暗夜君王洞穿了 神王净土内落花如泪雨 片片飞舞 飘落在古老的神术下 绝代神王寂静无声 如一尊神域可成 无任何生息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 神王作画了吗 江太虚 你应该明白了吧 你纵然附生到最佳状态 也没有一丝机会了 我穿的是古之圣贤的神衣 手中的神毛也有如此来历 时间难寻 你的神王净土也拦不住我 暗夜君王神威灵灵 以毛风指向前方的绝代神王 暗夜君王大喝一声 毁灭吧 黄金神医光芒万丈 如一轮金色的太阳 他像是浴火而生的神奇 手持金色的绽毛向前刺来 为我兄长报仇 双子王举世无敌 哭得一声 神邪染净土 绝代神王被洞穿胸膛 古老的神树下血水流了一地 他的无暇白衣上 出现了一朵朵触目惊心的血花 血水染红了土地 流进了花丛中 古树根都被浸泡了 满天的花雨 片片燃血纷纷扬扬 飘落而下 将绝代神王环绕 可他依然未睁开眼睛 虽有花雨飘 但一切如此之景 这天地的时间像是定住了 金色的绽毛洞穿神王胸膛 仿佛成为了一幅永恒的画面 江家人背呼 神王 神王 觉得神王毙命了 神城内所有人都惊住了 江太虚 暗夜君王想将神王挑起 可是神王的手突然一下子 抓住了金色绽毛 牢牢地将它钉在那里 绝代神王白衣染血 并没有睁开眼睛 晶莹如玉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波澜 如一尊安息的神灵 他的伤口鲜血流淌 绽放赤霞 沿着金色的绽毛而上 非常柔和 将暗夜君王的手都染红了 暗夜君王大叫 像是发现了最为可怕的事情 想要退走 但却发现被牢牢地钉住了 身穿黄金神衣的暗夜君王 突然燃烧了起来 发出极其刺目的光芒 指考着整片天地 他剧烈震动 传说是真的 神王流淌有神灵的血 大成之后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神血将复苏 神王净土内 花雨飘落片片晶莹 神书下 白衣神王燃血 被神毛洞穿 可他却一动不动 黑发垂落 如玉蓉岩上双眸紧闭 如一尊神灵 暗夜君王大叫 神灵的血 神血如烟霞 沿着黄金神毛耳上 将他的躯体点燃 发出刺目的火光 他痛苦无比 却无法摆脱 为什么呢 他身上的黄金神衣 绚烂夺目 流转出神明的气息 但却改变不了这一切 挡不住熊熊燃烧的火焰 因为金色的神衣 并没有遮住 他的每一寸机体 神血从他的双手 燃烧进体内 神衣也没有办法阻住 哄的一声 他的五脏六腑 都燃烧了起来 神衣璀璨 却不能护住内部的一切 暗夜君王乱发飞舞 扬天大吼 他奋力挣扎 却于事无补 绝带神王的双手 如大地之根 牢不可撼动 握住神毛 一动不动 似亘古长存的神灵 哄的一声 事下冲天火光四溢 暗夜君王的头颅也燃烧了起来 那张年轻而鹰气 逼人的面旁 一片血白 彻底扭曲 我是暗夜之主 君临天下 没有人可以杀死我 他扬天丝毫 勾动大道的力量 想要熄灭烈焰 可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神火将他包住 照亮了净土 似开天辟地之初的第一旅光 神圣祥和中 运有无尽可怕的力量 万夜君王不甘 握紧金色的绽毛 想从绝代神王的体内拔出 彻底摆脱这一切 可惜 一切成空 他被定在原地 根本不能动态一下 神城中的人漠不惊悍 本以为神王被杀死了 不想 他却有如此手段 要将中州的王者 焚烧成灰烬 暗夜君王大好 伤贤复苏 此时此计 若再无办法 他必死无疑 神灵的血燃烧进了 他的骨子里 翁的一声 他的身上黄金神衣 光滑冲天 宛若有了生命 不断的颤抖 这是古之圣贤 既练出的神衣 普天之下 除了大地外 几乎没有几人可以打碎 可以说 这是修饰梦寐以求的神物 可遇不可求 为绝世袭真 暗夜之主 永生不朽 血脉复生 他在借助神衣的力量 让沉睡的银色血液复苏 也勾动出了莫名的恐怖潜力 隆隆隆的 海啸的声音响起 银色的血液 从他的肌肤溢出 化成洁白的火焰燃烧起来 与赤霞神邪对抗 想要将其驱除走 而这个时候 古之圣贤的神衣渐渐复苏了 为他提供了无尽的神力 暗夜君王吼碎虚空 他缓缓的 但却无比坚决的 将神毛 从神王的体内扒了出来 而后 他化成一道光滑 冲出了神王净土 在夜空中不断咆哮 想要扑灭身上的火焰 这种嘶吼 撕心裂肺 诸多修士都忍受不住 被活活的震昏了过去 扬天栽倒 啊的一声 暗夜君王最后一声大吼 像是耗尽了所有的力量 肉身几乎被烧成了焦炭 终于扑灭了火焰 姜太虚 你将我伤成了这个样子 我要淬炼你的神血 弥补我这一切 暗夜君王的声音冰冷刺骨 闻之让人毛骨悚然 呼的一声 他被烧裂的焦黑躯体 冲出一道道银色的血液 遍布全身 而后如月花一样的圣光 不断地闪耀 让他一片通明 呼的一声 洁白火焰燃烧 他欲火而生 干裂的机体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气息 如婴儿的肌肤一样 细嫩 他复苏了过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身上的神医不断地抖动 光芒万丈 像是在呼吸 拥有无尽的生命力量 他究竟是什么体质 为什么拥有银色的血液呢 神城中很多人 敬意不定 暗夜君王的体质很可怕 绝不会比东荒神体差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